我爸是金圈太子爷 他和很多漂亮阿姨谈恋爱 直到最近 一个自称是古代人的阿姨哭着求妈妈 妾只想一生一世伺候少爷和夫人 为周家开支散业 求您让我进门吧 妈妈终于忍无可忍 开启了一场精彩猎杀 祝亲爱的王子公主们 2024年报复报美 求求给猫猫个三连吧 猫猫和你们是真玩哦 正文现在开始 我从小就知道 爸爸和妈妈是商业联姻 相敬如冰 爸爸是又疯又野的金圈太子爷 车速开得快 妈妈体面 拍卖会上 他亲手给妈妈带上六亿天家的珠宝 同场的小琴儿酸得眼眶都红了 恨到咬碎满口银牙 我小声问妈妈 为什么呀 爸爸不是最喜欢这个阿姨了吗 怎么连便宜的珠宝都不给他买 妈妈温柔地向我解释 余宝要记住 利益有的时候 凌驾一切感情之上 不平等的恋爱关系 妄想只靠真心来维系 其实拿不上台面也一文不值 妈妈说得很准 那位小琴儿 第二天就被爸爸分手了 因为他闹 他要一个名分 爸爸不可能给的 爸爸光速换了卫星助理 这次的人有点不同 他叫苏娃 乖巧地像一只小兔子 安安静静站在爸爸身后伺候 腰挺地笔直 为他端茶倒水 规矩的眼皮都不敢抬 妈妈喊他坐下吃饭 他吓得连连白手 奴不敢 搞得满桌气氛都很尴尬 饭后 妈妈让我拿一百万的银行卡 去问问他 若是有难处 先拿去救急 也好过跟在爸爸身边 每天被他糟蹋了 我悄悄跑去苏娃儿住的客房 却透过门缝 看见苏娃儿跪在地毯上 为爸爸揉腿 嘴里娇滴滴喊着 奴伺候你 一秋之河 妈妈难得一次发善心 却被两人给耍了 气得他抢走周氏集团 好几个大单子 周氏的人敢怒不敢言 发邮件给爸爸汇报 爸爸却说 随妈妈开心就好 当年周家觉得 下家背景干净 下金时这个女儿优秀又懂事 才定下是他 没人问他愿不愿意 所以妈妈结婚 纯粹为了搞事业 稳定股价 掌权整个下家的产业 进而挤掉周氏 成为行业第一 而爸爸家境因时 含着金汤池出生的独子 结个婚只是为了应付家里 更逍遥地在外面玩 人和狗的差距 还是非常明显的 不过 听说最近爸爸 和几个发小叔叔闹掰了 有人在酒局上 看中了苏娃儿 想换着玩玩 竟被爸爸硬生生 打断两条腿 断了十几年的兄弟情 他对苏娃儿 好像不一样 似我问妈妈 他们这算不算爱情 妈妈说这很难平 是地下恋 还是人畜恋上不清楚 谁知不久后 苏娃儿主动找到妈妈 刚进门就跪下了 他哭得娇若可怜 泪珠翻滚着 从雪白的脸颊坠落 让人心疼极了 他说自己是个穿越女 他从古代来的 爹娘将她卖给富商当丫鬟 吃不饱穿不暖 动辙打板子 活生生给她打死 万幸一睁演到了新时代 是爸爸给了她一碗饭吃 给了她依靠 我不要名分 我做妾也好 做个通房丫鬟也好 我只想一生一世 服侍周少爷和您 为周家开枝散叶 传宗接代 他把头科的邦邦响 鲜血淋漓 触目惊心 妈妈见识过各式各样的野花 如她这般卑微入泥土里的 实在可怜又可恨 你了解这个新时代吗 妈妈走到苏娃儿面前 你知道在这个时代 女性有多少种可能吗 有人在悬崖峭壁坚强绽放 有人却居居男人的床榻之下 似懂非懂 房门却在这时被大力踹开 爸爸怒火滔天冲了进来 你生是疯了 敢动我的女人 我吓得躲到窗帘后面 爸爸看到我也在 深吸了几口气 强压着怒火 将苏娃儿护到身后 克制音量对妈妈说 她和你不一样 她单纯善良 她只是太爱我了 你别为难她 她出身不高 什么都不懂 不像你这个高傲的名门大小姐 今后咱们个退一步 有点体面吧 妈妈始终挂着优雅的淡笑 她轻声问苏娃儿 那你呢 我刚说的话 你听懂了吗 苏娃儿红着眼圈 只犹豫了一秒 立刻缩进男人怀里 低声啜泣 奴只想一生一世 追随周少爷 求您成全 爸爸脸上站出了得意的笑 眸子亮亮的 像我家哈士奇 终于托吃到罐头那种高兴的表情 她带着苏娃儿满意离去 妈妈这才招招手 将我搂进怀里安慰 我问妈妈 苏娃儿还管吗 她自称为奴隶 好卑微 要学会放下助人情节 好言劝不了该死的鬼 咱们尊重祝福就行了 不过他俩可能真的要死了 没几天就传出消息 爸爸豪志4.5亿为苏娃儿 买了一栋老洋房 房本加了苏娃儿的名字 圈内传得沸沸扬扬 她为妈妈花6亿 这6亿能为周下两家 带来大波流量 股价飞涨 转化更多价值 而她为苏娃儿花钱 这钱落地连的响也听不见 还造成了周氏现金流紧张 一笔大单子停滞不前 等深夜我和妈妈赶过去时 年近80的爷爷奶奶 正坐在沙发上生闷气 苏娃儿跪在地上磕头 都是娃儿的错 娃儿只是说了句 这是曾经做工的地方 不知道少爷买下来了 求您责罚娃儿 砍娃儿的头 这是与少爷无关的 奶奶终于看见了妈妈这个救星 一面牵着她的手 一面很生埋怨 她玩就算了 哪招惹一个脑子不清醒的女人 你瞧瞧这 哎呀 爸爸都34了 原本觉得花这点钱没什么 可架不住苏娃儿华贵这么快 卑微如蝼蚁一样 搞得她颜面扫地 都不想承认自己爱了这种女人 僵持不下的时候 妈妈舒然一笑 走过去轻轻捏了捏爸爸肩膀 好了别生气 我理解你 男人都有冲动的时候 我想办法解决好不好 爸爸正缺这个台阶下 顺势揽住妈妈的腰 看到我 又转将我抱进怀里 重新回忆起我们是一家三口 她柔生埋怨 也不是多大的事 你怎么把余宝也带来了 别让小孩子 见这些乱七八糟的 我不爱让余宝离开身边吗 你知道的 妈妈笑着送走了老人 又红走了爸爸 刘苏娃儿一个人 跪在老洋房大厅里 她被爸爸的助理盯着 罚跪了一整夜 我不懂这是什么操作 爸爸不是很爱苏娃儿吗 妈妈指着熟睡的爸爸问我 你看他 最先看到了什么 我不厚道地回答 脸 爸爸的脸 比那些电视明星还好看 妈妈说 这就对了 像他这种人 在意自己的脸面 地位 利益 哪一个都排在爱情前面 苏娃儿就像一颗 烂掉的极甜的苹果 她爱之如命 却不愿承认 自己吃了个烂货 那妈妈一定是最漂亮的苹果 妈妈低笑着和我摇耳朵 声音里多了几分魅惑 我是果园里的毒蛇 专咬乱摘苹果的小朋友 4.5亿的事情好解决 妈妈说 先让下市把单子低价接走 补上现金流 后面再想办法填这个窟窿 夫妻本是一体的 这钱谁赚不是一样吗 只是这样一来 周氏的核心技术 就要让下市接触到了 奶奶自然深信不疑 她只关心周氏能不能保住 爷爷虽然脑子不太清楚了 还是没有拍板放权 要爸爸和管理层 细细商量再决定 妈妈深表理解 确实应该再考虑 我也怕下家这个小座房做坏了 砸了周氏的招牌 而爸爸呢 苏娃儿跪了一夜之后 直接拉进医院抢救了 爸爸痛心疾首 一门心思扑在医院里 根本没时间管公司 他毫不犹豫 签单给下市 因为夫妻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妈妈很乖 他放心 妈妈 电视上讲女人可以离婚的 爸爸都这样你不离婚吗 妈妈那天的笑容很有深意 他反问我 妈妈说过 结婚是为了什么 搞事业 给余宝买一座小岛 妈妈揉揉我的头 现在也是啊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了吗 强者都是坚定且隐忍的 曲折 会化作成功路上的垫脚石 既然是垫脚石 自然要利用完了再扔 下市为了做好周氏的大单子 特地在南方收购新公司和工厂 光是合同就认真的弄了一个月 又风风光光办了个晚宴 周家叮嘱爸爸一定要出席 借此机会 展露对妈妈的爱意 拉高骨架 挽回4.5亿的损失 爸爸赴约而来 身后却跟着盛装打扮的苏瓦 长袖高龄五的 严严实实的奢侈品礼服 不显气质的平底鞋 一二三前 樱桃小嘴 显得有点小家子气 妈妈大放得体地指出 爸爸错误 这种场合 你请苏小姐出席 不太合适吧 爸爸面目改色解释说 我只是带她见见世面 作为我的助理 她需要练习 言罢 苏瓦儿像是急着证明自己 抢走爸爸的酒杯 一眼而尽 忠诚地笑了 我今晚替周总挡酒 夏总您别介意 妈妈神色淡然 挽着爸爸向其他宾客走去 仿佛她只是空气 苏瓦儿好想追上去 可她根本不会喝酒 摇晃着坐到了角落沙发 毛子红红的 也染上了几分酒气 我原本在埋头吃小蛋糕 忽然她就哭着坐到了我身边 要是像夏总一样就好了 她有学问 有手段 身份尊贵 她出生就是主子 我如果像她一样 周少爷会不会把我捧在手心里宠爱啊 我听出一声鸡皮疙瘩 反问她 你羡慕别人 你就努力追赶她呀 光哭有用吗 妈妈告诉我 女孩子不能总想着背水来爱 要自尊自爱 你看看新时代好吗 阿姨 晚宴后半场 苏瓦儿醉得彻彻底底 东倒西歪 睡在陌生男人肩上 爸爸只看了一眼 立刻不淡定了 放下酒杯将人带走 说要谈点私事 后来我与妈妈去寻她 在后巷的保姆车前面 苏瓦儿娇柔的攀在爸爸身上 红唇呢喃着让她别走 妈妈捂住了我的眼 可我还是偷看到爸爸嘀嘀笑了一声 放肆亲吻她的唇 而不远处 就是今天的媒体记者团队 周延 妈妈突然出声 吓得苏瓦儿短促尖叫了一声 害怕的缩进爸爸怀里 我不得不提醒你 媒体记者就在附近 苏小姐确实需要照顾 可我认为你要顾全大局 苏小姐不懂这些生意场上的事 你别让她无辜受伤 苏瓦儿处处可怜地落了几滴泪 紧紧抱着爸爸喊周廊 不愿让她走 太恶心了 我转身不想看了 但我知道爸爸一定会走的 妈妈就像是最专业的训犬师 她知道爸爸让乖巧的诀窍在哪里 爱情在利益面前 还不值一提 不久后我们一家三口去拍照了 保姆车载着苏瓦儿匆匆驶过 她那双幽怨 阴毒的毛子 吓得我汗毛耸力 狠狠打了个喷嚏 很快我生日的时候 家门口出现一个扎满钢针的漂亮娃娃 和我一样梳着马尾辫 有两个圆圆的小梨窝 我问妈妈那是什么 妈妈淡定看了一眼 捡起扔进垃圾桶里 是中医针灸的模型呀 估计谁掉在家门外了 丢掉还挺可惜的 没过几天 妈妈要安排人送苏瓦儿去读书 参加成人高考 我气死了 她为什么要帮一个坏人 于宝乖 妈妈最近要干点大事 不能让任何人出差错 我听不懂 妈妈又说 要让苏阿姨忙起来 忙得连睡觉时间都没有 她就不会做别的事了 我震惊到不知该说什么好 还能这样吗 见面那天 苏瓦儿不敢置信的 看着入学通知书 激动到声音发颤 夏总 不 姐姐 您这是准我进门的意思吗 我是怕你太闲 妈妈清理一口咖啡 冷漠到人一闲下来就容易乱想 乱想就要做错事 还是提笑皆非的傻事 苏瓦儿的脸色顿时很难看 犹豫再三 哽咽道 您打我板子吧 切实不该对主母和嫡女有什么想法 我该死 妈妈就没打断她 你原先是怎么死的 那段不堪的记忆 让苏瓦儿红了眼睛 好一会才低声说 弱了三天 想喝一碗酥唠 老爷说我跟了她 她就让我喝 结果让主母发现了 拖出去乱棍打死 有些词我听不懂 可她看起来好可怜哦 不过妈妈没什么反应 听吧 只是摸了摸我的头 听到余宝听见了吗 旧社会人吃人真可怕 还好咱这是法治社会 苏瓦儿听懂了其中的意思 骚得脸通红 快速说 现在确实不一样了 我现在是个孤儿 没有了爹娘剥削 还遇到周少颖 她是个值得托付的人 妈妈无奈地摇了摇头 临走前送她一句话 知识改变你命运 周延回你一生 几天后 妈妈干的大事揭晓了 她竟然挖来了周氏的 CPO首席采购官 管理下是刚刚收购的分公司 爷爷奶奶和爸爸 气到加急召开股东大会 三人齐聚家中 大有心诗问罪的意思 进家门前 妈妈轻声叮嘱我 你会别怕 妈妈眼泪掉得越多 你的小岛越大 饶事做好心理准备 进门后的低气压 还是让我心慌 我快速缩到沙发上 不敢出声 只见爷爷敲了下拐杖 阴阳怪气道 周延你的好媳妇回来了 她真是好啊 都偷到自己家来了 爸爸的脸色也很难看 除了花边新闻挨骂那次 就属现在最生气了 老婆这么大的是 你怎么不和家里商量下 太大胆了 满屋子都在等妈妈的回应 她却不说话 目光虚焦的落在远处 碱水双眸盛满了雾气 强人好一会 才让泪珠无声无息坠落 惹得爸爸有点心疼 从没见你哭过 到底怎么了 你慢慢说 你们提的是CPO杜宇吧 我只是心疼她一个痴情的女人 想帮帮她 这话爷爷奶奶半个字都不信 爸爸的目光却一瞬间变了 妈妈解释道 杜宇自小在孤儿院长大 有个深爱多年的白月光 她傻傻地等到40岁 如今身患重病 就想回到白月光的身边 再照顾她最后一段时间 这是我知道 事实是妈妈花了三倍价钱 把人挖来的 杜宇阿姨说 只要钱给够 把她编成奥特曼都行 杜宇是个单纯的傻女人 她想独自承受痛苦 再默默离开 留给大家最好的一面 所以我就成全她 让她体面地调职道下 是新公司 用最后的日子 再为男人做点什么 爷爷奶奶反正听得半信半疑 爸爸却愣住了 也不知道想起了谁 手下意识钻紧了妈妈的袖子 爷爷刚要开口 被爸爸轻声低难打断了 是啊 她太傻了 话又说回来 今时她连苏娃都帮 还帮苏娃联系了学校 她只是平等地心疼 每个苦命女人而已 她能有什么坏心思呢 爷爷听完 手里的拐杖都拿不稳了 这是迅速被爸爸给压下去了 周氏不许再提 我问妈妈 这么假的故事 爸爸为什么深信不疑 因为她想到了苏娃 男人总是希望 女人活成自己想象的样子 给她们贴标签 编故事 再对着幻想出来的人设 自我感动 就像苏娃 其实她只想找张长期饭票 而你爸爸认为 这个傻女人爱她爱到风魔 一见钟情 无私奉献 她要是乞丐 你看苏娃还爱上她吗 我沉默了 关于感情的讨论 似乎超过我六岁的认知范围 妈妈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不再说话了 妈妈我觉得你好厉害 你会讲很多很多语保不懂的道理 做明星干什么 我又不会演戏 我原本也有我要走的路呀 Section Section她温柔地回忆着以前 目光里慢慢浮现出一丝遗憾 CFO跳槽下市之后 爸爸开始对公司上心起来 以前她一周只有一天处理公事 其余时间和朋友们 投资跑车俱乐部 陪陪小琴 时光慢慢就打发了 反正她从18岁到30岁 都是尊贵的金圈太子爷 没人敢管她 现在不一样了 她觉得自己爱情家庭双丰收 人生要走入新的阶段了 遇见你 让我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 妻子的体贴温柔 遇见苏娃 让我真正动心 知道什么是爱 以前我就像个懵懂的小男孩 是你们教会了我一切 现在我要面对一个成熟男人 该承担的责任了 妈妈笑着送她去上班 然后跑去厕所 拖了个稀里哗啦 还懵懂的小男孩 再过几个月 让她变成无助的小孙子 爸爸开始管理公司是个变数 妈妈打倒周氏的计划 被拖慢了 但她并不着急 以前她代管周氏的部分业务 现在爸爸回去 她就完全放权了 无论爸爸做什么决定 她都坚定的say yes 夸那是个好决定 有时 她还会故意拿几份标书 去问爸爸的意见 再夸她有见识有野心 给爸爸增长自信 爸爸自信了 那些理智的高管就拦不住她了 在这样的积极鼓励下 周氏以第四季度亏损三个亿 高调收尾 出财报当夜 爷爷就开心到进了医院 小年那天 妈妈带我去周氏 给爸爸送饺子 刚进大楼 身边便充斥着异样的眼光 穿过人群时 我听见有几个姐姐小声说 郑公和小琴儿撞到一起了 该不会打起来吧 要上新闻了 我都替下总小姐难堪 偏偏这个时间来 这个时间怎么了 不就是爸爸和苏娃正在独处吗 妈妈自然不理会那些风言风语 牵着我大大方方 走进了总裁办公室 敞开门给外面的人听 不出所料 苏娃正坐在沙发上扣衬衫 眼圈红红的 办公室太大 她没发现我们来了 依然娇娇柔柔的和爸爸讲话 我最近读了很多书 书上说结婚是一男一女 受法律保护 那我还能做妾吗 我是什么身份跟着你呢 我算周家的人吗 爸爸骤然掀翻了桌上的补汤 几个月以来事业不顺 女人也烦她 她真的恼火 出去 别在这里胡说八道 说完一台谋 见到了我和妈妈 她强压着冲天怒火 站起身道 总裁夫人来了 怎么不通知一声 我们去会议试谈 这里脏 妈妈温柔的挽住爸爸手臂 从容又优雅拒绝了她 周延 这样处理太草率了 公司上下对苏小姐 有各种不好的传门 这对她是一种伤害 同样 人们也会将你的错误 与她联系在一起 可你只是犯了一点小错 男人都会犯错 做生意哪有不亏损的呢 这和苏小姐没有任何联系 不能因为一个女人 就毁了你的名声 让所有人忘记 你长久以来的努力 爸爸听进去了 好像豁然开朗 顿时端起态度 吩咐助理将苏娃儿送出去 近期都不要见面了 苏小姐是我的助理而已 我的妻子只有你一位 我确实要把控好界限 你提醒的对 查一查公司 谁在私下议论我们的关系 按造谣诽谤追责起诉 开除 苏娃儿愣住了 一瞬间慌乱到忘记了呼吸 细碎的眸光里 闪烁着破碎和绝望 难道她跟了爸爸这么久 依然只是个助理 爸爸当然心疼 可她想到妈妈说的话 硬是没在看苏娃儿一眼 将我抱在怀里冷漠离去 只有爱情的男女关系 要为一切利益让路 真的好脆弱哦 谢谢那几个碎嘴的姐姐 为余宝的小岛基金 献一份爱心 那天我和妈妈很晚才离开公司 一直躲在草丛里的苏娃儿 突然窜出来 吓得妈妈差点报警 可她好像挺傻的 在楼下动了几个小时 不为行凶伤人 只为了说几句狠话 争一争脸面 我现在读书了 我知道这个时代人人平等 人人都可以有爱情 我不比你低贱 周延的人和心 迟早我都要得到 妈妈淡定的告诉她 等你再读一点书 你就不会这么说了 我要是你就趁着周延还迷糊 多给自己捞一点利益 拿她当一个跳板 展望新生活 苏娃儿愣住了 像个冲动的大傻子 在雪地里站了好久 冻得一直哆嗦 眼眶却是热的 我问妈妈 为什么给坏女人出谋划策 为什么帮她 我闲得慌吗 我谁都帮 妈妈叹了口气 认真的问我 打倒压这个坏人 就能永绝后患了吗 苏娃儿这种卑微如尘土的女人 周延可以给她爱 却给不了尊严和未来 她迟早要融入这个新社会 等她醒悟的那一刻 才发现一直痛恨的仇敌 竟然是自己的救世主 这种愧疚的忠诚 才是妈妈想要的 这才是妈妈的育人之道 杀死一个人不是结束 成为她的再生父母 只露明灯才是 于宝乖 妈妈告诉过 你该如何对待这种阿姨 我用力攥紧了拳头 阿姨们不自尊不自爱 是坏的 但是爸爸更坏 不可以只对犯错误的女人严格 对犯错误的男人宽容爱护 妈妈满意的笑了 春节之后 周氏股东们 对爸爸表达的强烈不满 如果下季度还是高亏损 他的地位岌岌可危 对此 妈妈表示心疼 理解 我认为你那些决策 都是很正确的 难道真是老天嫉妒你 不肯让你太完美吗 爸爸没说话 冷峻眉宇间 透着一股坚毅 似乎下定决心 要与老天斗一斗 这个时候妈妈提议了 不如把部分订单 由夏氏低价代工 再贴牌交付 这样周氏能减少很多成本开支 夏氏有了上次4.5亿的经验 又有新公司 有产能 很合适代工 反正开源或是节流 哪个都能把财报做漂亮了 爸爸摇摇头说 他这办法太保守了 还是富人之见 然而不久后 我和妈妈在挑选小岛时 接到了杜宇阿姨的电话 爸爸绕过妈妈 直接把订单 全签给夏氏外包了 顺便停掉了 周氏100多条生产线 解约全国800多个DVC员工 当月周氏财报 来了个触底反弹 漂亮到惊人 怪不得说我富人之见 我确实没他胆子大呀 他这是闭着眼睛 给我送人头 男人啊 只是嘴上说说不要 他心里可真敢去做呀 妈妈笑得合不拢嘴 把我的小岛尺寸又加大了一圈 爸爸这么急于证明自己 除了股东给压力 还有一个原因是 苏娃怀孕三个月了 这是爸爸绝不会犯的错误 可见他对苏娃动了真心 恋爱脑上头的男人很可怕的 我问妈妈 我们会像电视里那样 被赶出家门吗 然后爸爸为苏娃带上婚戒 为了他与全世界为敌 妈妈笑了 让我没事多学英语 少看电视剧 像周氏这样的家族 对待苏娃和他父女孩子 只会有一种态度都处理掉 不但要处理掉 爸爸和周家仁还会给他一个解释 道歉 掩盖得滴水不漏 因为家族利益 体面 凌驾于一切感情之上 周延爱归爱 嫌弃也是真嫌弃 三十几年的见识与教养 不可能让他承认 一个没出身没能力的女人 更不可能娶这种女人 养他的孩子 不久后 我去参加入学体检 正撞见苏娃 他瘦了好多 捧着微微隆起的小腹 独自坐在医院长椅上发呆 他见了我 朝我打招呼 东扯西扯 最后才小声问 你们家有提到我吗 没有啊 我们都快忘了他这好人 爸爸最近很隆重庆祝了 结婚纪念日 我们全家人去马尔代夫旅游 拍了很多照片 把妈妈哄得很开心 是啊 没人在乎我 在我们的朝代 哪怕是最低贱的奴婢生了孩子 去母留子 那孩子总要有个说法的 真是新时代了呀 不一样了 我好奇地问他 阿姨你是不是要长脑子了 没几天之后 听说他自己从楼梯上摔下来 把孩子给摔没了 爸爸心疼之余 梅雨间那一抹隐隐的愁色 总算散去 再没了什么顾虑 只是苏儿对他冷淡许多 听说在专心准备成人高考 爸爸每次提起时都哈哈大笑 笑他自不量力 周十新年第一季度的财报很好看 爷爷好不容易出院了 本想夸赞爸爸几句 却得知目前周十80%项目 都有下室外包 两家已经唇齿相依 力不可分了 爷爷听完激动 话刚说到一半 直接脑出鞋拉进了抢救室 我们不明白他激动什么 大家都很悲伤 爸爸虽然很惦记爷爷的情况 可一进入六月 他不得不飞往法国备战赛车锦标赛 这是他投资的车队 第一次入围世界级比赛 八年前他在同一个场地 创下了新纪录 高速旋转的车轮 在历青路面留下黑色划痕 仿佛一道闪着金光的荣誉勋章 留给他的每一位手下败将瞻仰 八年后重返赛道 很可惜他没了当年的状态 好像连前三名都进不了 我和妈妈坐在观众席接受拍摄 妈妈忽然指着地面烧焦的痕迹问我 知道那是什么吗 只是普通的轮胎痕迹呀 妈妈摇摇头 脸上挂着体面又优雅的笑容 却慢慢讲出了一个令人遗憾的故事 那是他的赛车 八年前留下的刹车印 同一场比赛 他的汽油里被周延加了点东西 于是他的冠军 他要演的未来都断送在这里 他侥幸捡了一条命 周延却创下新记录 周延喜欢征服的感觉 征服了他这个赛场上的优秀女性 周家也认可了他这个儿媳 开出让外公外婆无法拒绝的彩礼 无论他结婚前有多优秀 结婚后都变成了谁的妻子 谁的母亲 家庭会驯服他的野心 让他成为一个乖巧懂事的奉献者 让他认命 妈妈缓慢地诉说着那些不公平的过往 语调平和 平静到让我心疼 我歪了歪头 靠在他肩上响声道 你是余宝的妈妈 你也是下金石啊 是个很厉害的女人 就算全世界都忘了 妈妈有多优秀 余宝不会忘的 余宝一定能记住 妈妈正要开口 赛场那边突然传来了结果 爸爸的车以第六名冲过赛道 无缘奖牌 他摔掉头盔走向观众席 周身犯了一股凌厉气焰 冷峻的脸上写满了不爽 妈妈立刻起身朝他走去 眼中满是心疼 顺便递去了保温杯里的运动饮料 我相信这不是你的真实水平 周延 爸爸一点一点被妈妈顺忙安抚 拧开杯盖将饮料一眼而尽 可是那杯饮料的颜色有点奇怪 没问题吗 好像有点问题 从锦标赛那天开始 爸爸变得世事不顺心 什么都做不好 很多次我被深夜吵醒 发现妈妈坐在客厅里安慰他 好像他做了什么噩梦 他睡不好 白天的精神就不好 渐渐的皮肤变得很白 也不怎么长胡子了 有天我们在客厅里碰面 他失神地蹲下身 问我余宝觉得爸爸变了吗 变得没那么有魅力了 我说 你是说阿姨们都不爱你了吗 爸爸眸中闪过错愕 片刻后一本正经的解释 不是的 爸爸只爱你妈妈一个人 对其他阿姨 只是小猫小狗那种喜欢 我问 那苏尔阿姨呢 爸爸立刻轻蔑冷笑 他算什么东西 他也配 后来我才知道 苏尔考上了一所三本大学 还有了一份蛋糕店的兼职工作 他拥有了干净整洁的宿舍 平等友善的社交 安稳踏实的助学贷款 还有打烊后永远吃不完的灵气蛋糕 他向爸爸提出了分手 这是第一次 爸爸被自己养的小情儿主动踹开 他从没这么愤怒过 他只是没吃过外面的苦 早知道我不让他读书了 怪我 周延你不能为他费太多心思 公司还要你成长 我和女儿还要依靠你呢 办公室里 爸爸喝着妈妈炖好的汤 电脑里快速审批一张张项目合同 偶尔他会停下冷嘲热讽几句 大都离不开苏玩 他骂道 你没错 就该让他读书 等他苦学到尽头 他就会发现那些知识一文不值 什么女博士女科学家 我身边的还少吗 妈妈唇弄笑了 又替他添了一碗汤 爸爸这才发现我也在听 立刻给了我一个switch 于宝乖 去沙发上玩好不好 爸爸妈妈聊的事情听不懂 去玩游戏吧 我拿着走了 其实我听得懂 妈妈早就告诉过我 不能因为一个坏女人 就对所有女生都充满敌意 认为他们都是坏的 一百颗苹果里也会有一个坏的 那么所有苹果都该扔掉吗 那些未知全貌 乱贴标签 死咬不放的才是坏人 这样的爸爸让我好讨厌 我越来越讨厌他了 25没过几个月 周时突然被曝光了 中标后转报等问题 财经新闻每天都在报道 爸爸忙得焦头烂额 整天整夜困在办公室里 立挽狂澜 这是怎么报出来的呢 他总是觉得自己身体疲软 于是重新联系了那群朋友 阻了酒局重振雄风 在外面自己说漏了嘴 那个曾经被他打断双腿的叔叔 实名举报了他 26你这些年真是看走了眼 这算什么兄弟啊 他真过分 妈妈一直陪在爸爸身边 说支持他 要和他共度难关 夫妻一体 可实际上下市早就在风波中 全身而退了 妈妈甚至把挑选小岛的条件 扩大了一点 要买更大更漂亮的 他好大胆 我问他不怕被爸爸发现吗 他笑了 男人能用花言巧语 骗取女人的心 把他们哄得晕头转向 那么这招女人用起来 也是屡时不爽 他不会醒悟的 他三十多年的人生 都是被人高高捧着的 金圈太子爷 只有他玩弄别人的份 什么时候他吃亏过 他自信到这青年 把妈妈当傻子一样骗 他怎么会想到 傻子能捅他一刀呢 新闻很快报道了 周氏集团股权变动的消息 随着爷爷去世 周家这一脉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少 爸爸在公司的地位一直降 几乎成了边缘人物 我指着新闻问妈妈 他还有机会翻身吗 妈妈摇摇头 从周延对苏尔动心的那一刻 所有事都无法回头了 名利场最忌讳掺杂感情 既然选择了利益 就别妄想同时拥有真心 只会影响我出刀的速度 妈妈被我逗笑了 再次禁止 我看那么多狗血电视剧 妈妈只想告诉你 你孩子别对世界上所有的爱情失望 也别轻易交出自己一颗真心 爸爸还是被甲方追责了 周氏那些股东们权衡之下 竟然把他推出去顶雷 要做个几年牢 可周氏的危机是 爸爸做几年牢就能解决的吗 周氏的技术 资源 产能早就被下家挖空了 未来这具空壳子将被股东们瓜分 快速换排重组 逐渐被市场淘汰 离开家那天 爸爸保持着温柔微笑 难得和我多讲了几句话 咱们家只是遇到一点小问题 爸爸妈妈在努力解决了 别害怕 你妈妈慌得六神无主 她想用全部身家来替我收购股票 保我的地位 未来一段时间你们可能会比较辛苦 爸爸不能陪着了 爸爸要离开一阵子 但是很快回来 乖乖等着爸爸好吗 知道了 你能不能快去警察局啊 妈妈是要收购你的股票 奋一杯羹 别自作多情了 你还挺感动的是吧 好了时间不多了 爸爸要出发了 余宝不要想念爸爸好吗 乖乖和妈妈等我回来 快走吧 烦死了 我为什么想念你 只有一封离婚协议 在等你回来 每一年妈妈抱着我唱生日歌的时候 电视里都会播放 你和哪个阿姨的绯闻 我高烧在医院挂水的时候 你再和哪个阿姨约会 那么现在请你滚远一点 永远离开下金石和下雨的世界 是的 我感性了 在我八岁生日那一天 妈妈送给了我一座 太平洋上的美丽小岛 也送我了一个新的姓氏 永远脱离了周岩那个男人 我们在安静的私人海滩上 晒日光玉 妈妈递给我一份文件 打开第一页 是个高大俊美的陌生男人 妈妈一边喝饮料一边解释 我也不买你了 这是DNA库掉出的信息 你可以理解为 他才是你的生父 原来当年结婚时 爸爸已经有一个 纠缠不清的红颜至极 新婚业 他最到走进了 谁的房间都不知道 于是妈妈一不做二不休 从DNA库里 挑了最优质的资源 怀上我 他运气反应很大 运后爸爸又嫌弃那些纹路 于是这个秘密 七年都没人去记穿 我突然不知该说什么好 伸出手摸了摸妈妈的肚子 小声道 不丑啊 妈妈的腰很细 很白 下雨 我会在乎男人怎么评价我吗 这是我的身体 轮不到别人来评价美丑 我一瞬间笑了 是啊 这才是我妈妈下金时 那个耀眼又强大的女人 我们在小岛度假的每一天 周岩的私人律师 都会发来他的消息 他判了 名下资产被强制抵押了 他被里面的一个光头男人惦记上了 他写了几千字爱情诗 问妈妈什么时候来看他 他想亲自念给妈妈听 妈妈想了想 让律师帮忙 把爱情诗交给光头吧 假期的最后一天 我们收到了苏尔的邮件 他拿到了第一学年奖学金 这是给妈妈写的感谢信 他说 妈妈像是他生命里的一束光 是他人生的指路明灯 刚读两行 妈妈悠然笑了 他说的没错吧 与其费尽心思击垮一个人 不如当他的救世主 永绝后患 信的最后还有一段话 苏尔读的是法学专业 详细分析了周延这种情况 要怎么判 怎么罚 我最近才意识到 我刚认识周延的时候 还有一个月才满18岁 如果您不反对 我将为法院提供更多证据 另外 我名下还有一处老洋房 周延曾经在房本加了我的名字 我也将争夺其中的最大利益 争取到的钱 我都会转交给您 希望您原谅我曾经的鲁莽和冲动 妈妈认真读完了最后一个字 然后飞速合上电脑 满不在意地晃动了几下杯中的冰块 这人真傻 他自己穷得要死吧还给我 我靠在他怀里看电视 忽然听见他小声嘟闹了一句 我天 他那时候才18岁啊 紧接着他打开电脑 犹豫半天写下一行字 回复了苏尔的邮件 以悦 希望今后你能坚定心之所念 认真感受新时代的美好风景 绽放 闪耀 至此全文完感谢观看 期待一下新作品